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要休息了 你看什么看啊 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你明天去机场 给克里斯送机 解释一下误会 明天再说明天呢吧 今天 我已经说过博尔了 是他不对 但是你也不应该 一神一鬼的 夫妻两个人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我可以相信你 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呢 你相信我什么啊 我又没做错是吗 我觉得你应该 给博尔打个电话 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你应该打 起码表示一下 你对他的尊重 还有关心 他人本质并不坏 就是希望别人 多关心他 好吗 行行行 我等一下就打 那明天去送机的时候 你不要迟到 我可没说要答应你啊 你去机场 把他送走不好吗 这样你也安心 我并不是一定要 让你去道歉 在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来来来来 我又从后边找了四瓶子 我们接着喝 不喝了 不喝了 都喝了一桌子酒了 你还没醉啊 来 少喝点 你是不是 怕我喝多了 对你做些什么 没有没有 我从小就跟我爸混饭去 喝酒那都不是事 我从来都没喝多过 今天我正好想试一试 我到底能喝多少次 江波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也喝了酒不能开车 到时候救护车来得不及时 你别怪我不救你啊 不用酒 不用酒 我这不是 心里多 我告诉你 你这是空虚 你应该出去走走 妈 说起这事我想起 你不是要去坏地的吗 怎么不去了 别提了 我被一个坏女人给耍了 行了 行了 别喝了 行了 不喝了 走走走 送你回家啊 我不回家 这个家有什么可回的 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有 寄人离下的感觉 就昨天 我真的知道 什么叫做外人 行了行了 你接受 我不想听啊 我给你倒杯水去 你也帮我一份 我就说我一份 瞧 月份 一份 快去 Museum 财旨 和尸呀和尸 你答应过姐姐的 一定要忍一忍 是啊 你现在得罪了 江波儿 飘姐 到姐姐会赖 遭罪的不是还是她吗 行 我就忍了 这次 咳咳 对不起 我们拨打的用户在吗 这可是你不接的 可不是我没打 也好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不说不错 行 睡觉 好 啊 啊 啊 他睡沙发上我睡地上 什么人呢 他 叫你呢 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谁啊 不让人睡觉了 陈丽之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你一睡沙发上 你让我睡地上 我身体不好 不能着凉 谁要是坐你女朋友 谁倒霉 自私鬼 我得上班去了 我先回家换套衣服啊 对了 昨天有个姓秦的给你打电话 我没接你 赶紧给人回一个 换一个人 狗吵架的时候还 没想到那回电话没门 你说的那个女人姓秦啊 我嫂子 怎么了 想认识啊 谢谢你 我可不想进入你们有钱人性的世界 我呢 是个正能量的爱好者 你太负能量了 影响我气场 走了 哎 阿姨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你哥一到早春就给我打电话 问你是不是在我这儿 我一想你们就打架了 你还能在哪儿 肯定在这儿呗 你最喜欢的八宝粥 你简直是一个天使 我可告诉你啊 今天的八宝粥 我可是放了十五种东西 味道绝对一流 怎么样 刚才那个新交的男朋友啊 哎 是不是就是陈里生啊 我看着这孩子 倒是斯斯文文的 跟你以前交的男朋友不一样 怎么认识的 哎 阿姨 你怎么比我爸还要的 人家关心你嘛 妈 我爸现在在医院想清楚 我哥骂我 我妈 哎 现在整个江家 都没有人关心我 你还关心我干嘛 哎 我们江大小姐 貌美如花冰雪聪明 不关心你 简直是天理难容啊 这一瞬间我真的太幸福了 多吃点啊 嗯 哎 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 是 又喝酒了 叶不归宿我不喝酒能干嘛呀 再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喝酒什么大惊小怪 你从来不喝酒的 你跟谁喝的酒啊 男的女的 我问你话呢 哎 哎 哎 不是 哎 我问你啊 是不是给你借车的女孩啊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 你堕落了 你知道吗 是啊 您不就是想让我换个女朋友 忘了阔枝吗 我照您说的话去做了吧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不是 你不能这么学坏 我告诉你啊 这就值得跟我呕气 是 走吧 去机场顺便接上克里斯 凝速不去我们自己去 姜太太不去何事吗 走吧 哎 你不是不来了吗 我想了想 还是自己去心里比较踏实 行 走了 啊 妈 妈 你看我手机干吗呀 这女人是谁啊 她是谁呀 哎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我这坐在前面就是为了方便 你们俩聊天叙旧 我现在才发现啊 这坐在前面也挺宽敞 也挺舒服的 对吧 对 对 对 你跟江村 你跟江村到底出什么事了 妈 这一定还看不出来吗 她在外面有女人 还让我自己在家里守坡馆 怪不得江村不肯跟你生孩子呢 这可怎么办啊 江村 这是你欠我的 是你对不起我 我 英苏 你想干什么 你可不能胡来啊 我告诉你 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可千万不能要 要不然 你跟江村就真的完了 妈 不跟他早就完了 只不过这个孩子 我一定会生下的 而且让他姓江 绝对不会心软的 去哪儿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还有事儿 对了 有一件事我还是要提醒你 就算你江村在外面有女人 但是不要忘记了 家里的老婆叫做秦英座 什么意思啊 我是想告诉你 只要一天不离婚 你都有合法妻子 而外面的女人 就叫非法同居 你不会连这点法律常识 都没有吧 无理取闹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医生 如果你需要发现 我建议你选在家里 这里真的不合适 来 走 怎么了 又吵架了 我觉得 情绪越来越奇怪了 我有跟别的女人 做什么出格的事吗 她她刚才居然用一种 虽然 非常强硬的语气 来来威胁我 吓什么 不是 我给你分析一下 这个女人吧 她最擅长极度 你说你最近 跟你这个老同学 是不是走得点太近了 况且 她又是你的初恋女 你说何总签不签 那上海的项目 咱们还做不做 对对 你说我有什么用 对对对 真的我越来越 越来越看过人了 姐 你什么时候到秦岛 今天是我们 互换身份的日子 我在公寓给你接风 好 好 黄家文 你怎么来了 你赶紧走啊 你都纠缠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讨不讨厌 妈 赶紧走 你让她进来吧 是我叫她来的 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 我找英素真的有计时 有什么话 你当着我的面说 你跟秦英素 早就分手了 妈 你回避一下 我跟他要谈一谈 英素啊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要离这个人远一点 你说你都结婚了 还跟他在一块儿工作 幸亏江村不知道 你们以前的关系 阿姨 我知道你一直不待见我 要不是您祖来的话 可能几年前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以前的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现在既然 英素怀了我们俩的孩子 那么我们先把孩子的事情 安顿好 再说别的行不行 什么孩子 他说什么呢 英素你跟我说 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妈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孩子爸爸是谁吗 没错 就是他 好你个黄家闻 你要害死我们母女俩啊 我们母女俩是欠你的嘛 你要把秦英素害死啊 你说你上学的时候就追英素 这么多人追英素 我都不同意 秦英素偏偏选择了你 我好不容易把你们拆散了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纠缠了多久啊 你想骂就骂吧 只要你能把孩子留下 我怎么样都行行了吧 你休想 我原来也不知道 这孩子是谁的 现在我知道了 就更活流流了 妈 就算没有这个孩子 我跟江村也是不可能的 我从小就不会认输 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我就有办法瞒住江家人 这儿还在一起 你联队上学会 我再结束了 我一个律师 那我联系你了 有些人 我师父 我联系你了 我联系你了 你吗 我跟小姐姐一人 我联系你了 我联系你了 可是他人家 也讨历 你带你河联系你了 你肯定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咱们先说好 我生下这个孩子 但他绝对不能像我一样 他绝对不可以受求 这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挣钱 好吗 我把事情上所有最贵 最好的东西全买给他 不用了 我自会有办法的 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是想要利用这个孩子吧 什么叫利用啊 我这是为了他好 再说了 他也需要江家的背景 你这不就是利用吗 而且 而且你怎么想 你把孩子生下来 你准备怎么带进江家呀 江村又不是傻子 凭空多伤了一个孩子 他不可能 我现在要生孩子 这孩子就一定要姓江 该怎么做 应该是你去想的 再说了 孩子生下来 你就跟着想幸福 你应该高兴才是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 帮你这个忙的 这事不是跟你商量 这事我说了算 你只要在我生下了孩子之前 把乡村解决掉 这个孩子自然耳然就信教 秦苏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就是不帮忙了 我是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 好 你干什么 你不帮我 就让我和孩子去死 应苏呢 应苏去哪儿了 我回来 应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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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应苏 应苏 不要 不要 应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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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生下这个孩子 我在江家才有立足之力 你不帮我 就让我跟孩子一起去死 应苏 应苏 应苏你要吓死吗 你快下来 你东西里还有人 有孩子呢 你不能做傻事 你做 你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你做 我现在没时间了 我现在是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 我就跟孩子一起活 你要活 我就跟孩子一起死 你们选吧 不要 我 我 哎呀 黄嘉雯 你倒是快点答应了 我告诉你 应苏再多三个两岛 那我也不活了 我现在是三个数 一 二 好好好 我答应我答应 我答应 aire 到眼了 下来 哈哈 嗯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两个电话都关机了 肯定姐姐是在飞机上啊 哎呀 我可真傻 不告诉你 刘丽 这时间也来了 这都几点了 应苏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 博尔也是 电话也不接 先生 你得一个人吃饭了 先来点了 我也没位置 喂 先来点啊 让先生接电话吧 好 好 老爷子 哎哎 好的 我知道了 先生在家 让先生接电话吧 爸 挂了 老爷子说 要回家住两天 让您去接他 行 你今天晚上 把他的房间收拾好 对吧 爸喜欢用他专用的枕头 别忘了 嗯 知道了 先生 您是搬到应苏房间呢 还是您的房间 搬到太太房间吧 好嘞 喂 姐 姐 什么时候多说一下个姐 嗯 那个 我本来约了朋友 嗯 在等他电话呢 你有什么事啊 嗯 我没什么事 就是爸这两天 要回家住的 所以 今天晚上早点回来 我有话跟你说 知道了 我担心的是 你平时怎么闹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 叔叔爸跟我吵架 嗯 情愫在你眼里 就这么不懂事啊 再说了 你爸这儿还不行 行了 我不跟你吵了 这都什么脾气啊 要是我是你老婆 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孩子姐 脾气好心软 才这么迁就你 这 从北京回来的也该到了吧 是吗 敏苏啊 那网上说啊 孕妇如果感冒了 对胎儿特别不好 你现在发烧烧 要不然这样 我打个电话 咱们叫救护车 咱们去医院好不好 不用了 我今天就是有点累 没事 不是 你现在发烧 发得这样 我不放心啊 咱们现在还是去医院吧 好不好 就是 说了 真的没事 我们先走吧 你让我待在这儿吧 你一个女人大着肚子 阿姨一个人又忙不过来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行吗 黄家雯 你别在这儿添乱了 要不是你哪有这些事啊 你赶紧走吧 万一让别人看你了 我跟江村也不好交代呀 我小心一点就行了吗 我不让别人发现我 还不行吗 你让我待在这儿吧 这孩子也是我的 你让我尽一份力 妈 我知道你心里不喜欢嘉雯 但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再说了 咱现在不方便 有他在也挺好的 不过这可说好了 你什么都在听我的 你放心 我觉得什么事都听你他妈 妈 我饿了 来 妈去给你煮面去 啊 今到黄寒之药 呵护生命每一天 都十点了 姐姐到底做的哪一番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个怎么办 照顾上的老爷子 就是我们公 江家 也只有他对我好 好 看来 我还得坚持一天 来 就咱们说的那个事啊 我刚刚又想一想 有没有 不那么极端的方法 就比方说 你跟我走咱们去国外 走 去国外 你拿什么养活我们俩呀 黄家文 你忘了我当初 为什么离开你了 不是因为江村有钱 那是他让我有安全感 而你没有 你知道吗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江村他 江村他如果不是 他有他那个有钱的老爸 他算 你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告诉你 我真不一定比他差 好 孩子就是你的第二次机会 如果你真的按你说的做 就证明给我看 英素 你怎么还没洗澡啊 快去洗 我有点累了等会儿就洗 今天穿这件 你干嘛 好像有点 欧先生好像不太喜欢暴露的 要不 穿这件吧 我才不穿这种东西呢 太垂的 先生的呀 他这辈子放我房间干嘛呀 哟 他没跟你说呀 老爷子要回家住两天啊 可不能让他发现 你们俩是分床睡 否则他要发火的 什么 他 就下高兴了吧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这生孩子 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啊 好啦 以前呢 你们俩是分床睡 那是没办法 现在呢 两个睡在一张床上了 你要抓紧时间哦 我倒好像我整天 查看他生孩子似的 别不好意思了 生孩子天经地义 先生也真是的 早生早踏实 你可是吧 何必呢 英素 你干嘛去呀 你这又要干什么 马杰说你要到我房间里去住 我不同意 不同意 爸要回家 我们不是协议过分开睡 不能让爸知道吗 哦 我知道了 又要谈条件是吧 行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但是有一条 只要不生孩子 我都可以答应你 协商过什么呀 你空口无凭 再说又没有白纸黑字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了 这是你亲自牵起来的 自己看 每一条全都是你自己制定的 样样都是有利于你 这钱钱钱 这都是钱 你们家家是不是除了钱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我告诉你 我可以容忍你对我的朋友不礼貌 我也可以容忍你对着我乱发脾气 但我绝不容许你当着爸的面耍镜子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 后悔没有签署转让股权的合同 我告诉你 反正爸明天才回来 今天 今天我们就各睡各的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安阿姨 你干吗要把我和我哥 闹病症的事告诉我爸呀 他这次回来之后 肯定又要骂我多管闲事 你以为我不说你爸就不知道了 你爸呀 人在疗养院 心在江家 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我要是不说 他还得怪我 不帮他盯着你们兄妹俩呢 我算是看出来了 在安阿姨的心里啊 我爸才是最重要的人 我是你爸的家庭医生啊 这孩子 连你爸的醋也吃啊 你自己拍着胸脯想想 阿姨对你怎么样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爸要是回来的话 那情愫又跟我哥 睡到一个房间去了 这孤男寡女的 这 这多不方便啊 人家是夫妻啊 什么孤男寡女的 用词不当 我不管 反正我看见那个情愫 我就烦 万一他要真跟我哥 怀上了孩子 那 呸呸呸 放心吧 他吃了那么久的 中药和保健品 没那么容易怀孕的 真的 阿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阿姨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 对付那个情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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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电话你给我拿过来 这谁的电话 怎么你自己打给你自己啊 喂 喂 姐 小致 实在对不起 你是不是等了我一夜吧 我临时出了点状况 你出什么意外了 你现在还在北京吗 检查报告怎么样啊 检查还有好几天才能出来 我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你在哪儿啊 我 我还能在哪儿 你没回来 我又回见家助理医 姐 你出什么意外了 也没什么大事 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等着冲好电 再给你打电话啊 就这样 喂 喂 姐 谁拿你的手机 家人人不知道你在哄哄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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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没锁门 哎呦 英素 谁又惹着您了 安医生来了 安医生 哦 那个大夫 瞧你说的 好像不认识安医生似的 安医生啊 是来给你把脉的 把脉 我们没病把什么脉啊 你找到你的孪生妹妹 还让她替你住进江家 这可是老天爷在帮我 所以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 而且要把孩子 想方设法地带回江家 不是 你 你什么时候有的孪生妹妹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你提件事啊 我也是我爸零工钱 我才知道 要不是因为还了孩子 我估计这辈子 我都不会去找你孩子 所以你这事 早就知道了 你到现在才告诉我 黄家文 这可是我们的孩子 我生这个孩子 是要冒风险的 所以我每一步都要谨慎 我不能出错 那你这个妹妹靠谱吧 不会露仙吧 放心吧 我们一直联系着呢 一切是你的 那挺奇怪啊 就算是你孪生妹妹 也不会长得一模一样 江村一点没看出来吗 因为江村 从来就没有认真地看过我的脸 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了 半个月 那现在正好是排卵期 我之前给你开的药 你都吃了吗 嗯 你让我按时吃 我怎么能不听呢 那就好 估摸着你的药 也快吃完了 正好我今天没事 所以就给你带过来了 你看看 行 那谢谢啊阿姨了 不用客气 你啊 身体底子虚 想要孩子就要按吃吃药 尤其是排卵期 我就不打扰了 阿姨 你这特地来一趟 正好爸今天回来 不然就一起吃饭吧 我店里面还有事 今天就不打扰了 记得要按时吃药 早晚空腹吃 马杰送一下 哎 哎 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 这吃饱简品跟吃饭似的 哎 老爸呢 这娇花呢 爸 哎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 啊 打了这么多电话 你也不接啊 什么打电话给我 电话也没响 我 这不是个遥控器吗 嗯 你指着这个能响吗 我我我 我怎么会拿个遥控器呢 我这 家里都说好了 我回家吧 这这这这这怎么搞的 喂 别喂了 哎呀接着爸了 别喂了啊 走 孤单乖女同窗共枕 我就是算告诉姐姐姐 姐姐 我真的是清白的 你信吗 哎 我怎么看啊呀 哎 叶素 你好了没有啊 老爷子快到了 先生让你快点下去呢 啊 啊 知道了 哦 对了 您别忘了把那防滑垫垫着啊 比像上次一样摔倒啊 哎呀 哎呀 小燃 爸 梁岩月就那么好 您都不愿意回来了 是不是快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谈恋爱把爸给忘了吧 慢点吧 来 坐 哪有 我这是怕影响您休养 好意思说呢你 就得了 啊 哎 哦 妈 终于时间了还挺疼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坐前面 爸 喝茶吧 您送来 在上面呢 爸 你这回来还没跟我说两句话呢 你找那个女人干嘛 这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她是你嫂子 爸 也就是您能管得住她 就说后面 来 好 我就豁出去了 大不了就起个包嘛 起个包之后 我就躺着丽娅中心 可以 我没问题的 一 二 三 冰素 你怎么了 银素 来人呢 快 快 快 我不好了 先生 怎么了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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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摔倒了 出了好多血 什么 快点儿一二零 不是一回家就发生意外 一回家就出意外 一回家就出意外 江春 你能不能多花点心思 在你老婆身上 爸 这是意外 你怪哥干嘛呀 再说 你怎么知道 不是秦银素耍花招 有可能他是故意的呢 就是为了在您面前装委屈 谁那么无聊啊 把自己故意摔成这个样子 那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兄弟俩平时怎么对他的 你 你对人家不问不问 你 专门跟人家作对 都已经摔成这样的 还说这样的话 你想要解释我不对吧 当然是你不对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带的银素 到律师事务所那边去签协议 把你名下百分之一股转给他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那天心思我还不知道 当着我的面 也恩爱夫妻 背着我布局离婚 我告诉你啊 这人当初是你要娶的 是你要结的婚 你现在想离婚 你休想 哥 你想离婚啊 你早说呀 我可以帮你啊 你说什么话你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说一会儿爸高血压了 你少说两句吧 现在躺在里面那是你老婆啊 我怎么看着衣服 漠不关心的样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 没同情心的儿子 爸 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再怎么说哥是您的儿子 情绪是外人 你每次都想着外人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这嫁到我们姜家来 就是我们姜家的人 你怪我 这几年身体不好 把你们给宠坏了 一个就知道了 认错夫了 一个 那就知道撒娇顶嘴 就在这儿 不让你 你怎么来了 伯儿打电话说硬素出事了 我怕您一着急 血压又高起来 怎么样啊 还得抢救 我说的是您 我没事 要么吃两粒衣服打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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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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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已经没有危险了 不过 因为他脑部有瘀血 所以暂时还处在昏迷状态 先住院观察一天吧 没什么大事吗 没问题 谢谢你 谢谢 爸 怎么样 我就说没事吧 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你没听医生说 要留下来观察几天啊 江村 你留下来照顾女生 好 不用了 我留下来 让我哥回去休息 这有你什么事啊 那是他老婆 当然他留下来照顾吧 江村 你爸有我了 医院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哥 你留下来 我都出去休息 好 我都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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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休息 我都去休息 领导 他 休息 你也去休息 我都去休息 我只去休息 找我休息 你这时候 我会不就去休息 你那天羞 哎 哥 哥 哥 唉 来了 这都睡了一宿了 还没醒啊 本来早就该醒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处于困难状态 大夫说要再看看 不过应该没什么大事 爸怎么样了 一宿都没有睡好 一直说要到客厅等电话 我好不容易 把他安抚睡了吧 阿姨一早 把他接回疗养院了 你也一手没睡 我不困 我来照顾我嫂子 导演 宁苏 你醒了 怎么样